作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的說明會 就是說 搞國情依從去年開始 在進行所有的補正公投法 以及我們在台北在台中都有看到 這些罷免的團隊各欄委 那他們在不管說現在 進行到現在有沒有 把立法委員罷免掉 事實上看起來是沒有 可是我們可以發覺到說 現行台灣的許多的法治體系 不管是公投法也好或者是選罷法也好 其實它存在了蠻多的 一些無謂的限制 它特意要來 前置人民的權利 所以它限制了許多人民的權利 沒有辦法讓人民直接透過 這些法律來發聲 來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們在4月10號的時候 我們會在立法院會有一個行動 那是一個全天性的 但主要的訴求就是 針對現在的公投法 以及選罷法來要求 立法委員要來進行修改 在這個會期當中進行修改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日 在這個禮拜日3月15號 就是後天了 後天在市民廣場這個地方 下午2點到下午7點 我們會有一個說明會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台中好像必須 我們好像都會講說 台中比較溫和啊 對於這些社會議題 或者是這些人權方面的這些關係 是比較薄弱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走出室內 走到戶外 來跟更多的市民 原許他本來沒有辦法接收到 從網路上 或者是從他人脈 人際關係裡面接收到我們 想要丟出來的這些訊息 可以因為他可能路過 然後突然看到 這裡有一群人在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 來傳達一些 我們所想要說的話這樣 所以我們從禮拜三開始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五明天 禮拜六禮拜日 我們有一系列的活動 那我們禮拜三 我們根本想要在這個地方 可是下雨了 所以我們移到了一個室內的場地 那我們去談了說 現在你看現場有很多的高中生小朋友 變成說你們小朋友 就是高中生然後大學 應該有大學生嗎 有沒有大學生舉個手好不好 有大學生 那其實不管你幾歲 你都是別人的孩子 可是當你來參與這些 不管是公民運動也好 或者是社會運動也好 你都可能會跟你的父母 跟你的家人產生摩擦 所以我們在禮拜三的時候 我們就透過這樣子的方 我們找來講者 在跟我們談說 父母可以怎樣帶著小朋友 那種五六歲 可以把他帶上街頭 去了解社會議題 或者是說高中生 大學生也好 甚至是有人 四十歲五十歲了 他怕要出來參與這些議題的時候 其實也會被爸媽媽媽說 不要那很危險 不要去做一些有的無的事情 也是會遇上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透過那樣子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學會說 怎麼樣的 可以去進行一個 所謂的溝通 所謂的溝通 那昨天 昨天我們剛剛有放到前面 一小段 公民不服從 這樣子的紀錄片 這一部紀錄片 他紀錄的時候 從2008年到去年 沒有到前年 2013年 許多的抗爭所引起的 這些訴訟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發現到說 到底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它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是公民 什麼是權利 那我們 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 因為天空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提到了默契咖啡 我們去播放了這一部的紀錄片 然後邀請了 那個李軒麗律師來幫我們做一些 說 就是 語談 那我們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從一個個人的 你從家庭 一個最個人的權利的 溝通的關係 的問題 來到了 怎麼樣去當一個公民 那今天 今天我們跟哲學星期五 選擇了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叫做 轉型正義在台灣 問號 就是說 也許最近大家可能都有 聽過轉型正義這個話題 那待會兒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講者 來 來好好的了解一下說 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 那台灣的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希望 我們這個安排 它是有一個 本來是一個規律的 就是說你從個人 然後到一個身份 甚至到是這個國家 這個歷史的問題 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禮拜 也許時間不是很多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希望可以留下一點紀錄 讓更多的人 來了解到說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來做這些事 好那還是要介紹一下 什麼是哲學星期五 哲學星期五 哲學星期五其實它 從2011年開始在台北 然後一群人就在路邊 就像我們今天這樣子 在路邊拿著大聲公 在路邊聊天 然後聊久了 聊久了就找到一個地方 然後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在 也許在咖啡廳 也許在一些 空間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這件事情 那哲學星期五都在做什麼 它就是在討論 它就是一個非常開放式的 讓更多人來參與 來討論說 我們現在 不管是你認為 台灣也好 或者是台中也好 甚至是全世界的議題 像轉型正義 它不只是台中的議題 它是一個全世界 很多國家都遇過的問題 那我們也可以來談台灣的 我們也可以來談台中的 所以哲學星期五 它的議題是非常的廣泛 非常的廣泛 可是它最主要的參與者 其實就是各位 各位 在場的各位 而哲學星期五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不要用 所謂的 欸 我突然吃醜 有點忘記 我要講什麼 就是我們不要用專業名詞 就是如果我們用一些 例如轉型正義 平常一般人聽到說 轉型正義 這四個字其實也不懂 它到底在說些什麼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希望說 透過一個更白話 更淺顯易懂的方式 來進行溝通 好 待會 如果 第一次 來參加哲舞的舉個手 好不好 欸有欸 還是有 欸有欸 想不到 真的有人是第一次來參加哲舞 那你們怎麼會來 哲舞它有一個 很有趣的傳統 就是我們待會 會把另外一支麥克風傳下去 讓每一個人做自我介紹 為什麼 剛剛講的 在這個對話場域當中 主體 各位群眾才是主體 而不是講者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希望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達到了一個討論的空間 達到一個溝通的平台 那這就是哲舞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自我介紹吧 欸就是妳了 那個 欸就是妳了 欸我們只有十秒鐘 我們只有十秒鐘 因為我們今天看起來還是不少 好 好 我是台中女同學的 然後今天是我第四次參加哲舞 然後前面參加獎舞 然後前面參加獎舞 還有上禮拜的 一起騎上舞 然後今天就想要給她 好 我也是台中女同學的 然後我跟她是同學 然後我們前 我也是前面參加獎舞 然後今天就是 就是轉型身影 所以就是很期待 嗯 一起 好其實我們四個都是同學 然後 然後就是今天是被他們兩個 拉來的 然後想來替妳了解一下 對 我是台中女同學的賴雲 然後我跟他們是一起來的 然後想要來聽聽看轉型身影 我是 呃第二次來參加 然後因為二八剛過 然後最近又有看一些 我最近剛看完那個百年年紀 所以對這個議題還蠻有興趣 百年追求啊 好 百年追求 好 我是劉孝剛 然後我之前看那個 想見是不是波及的新聞看得很爽 所以想說 你們要來看一下 好 好 那我們待會兒一定可以 可能會講到這方面 不好意思 來 我現在有蘇蕾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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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蘇蕾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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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同學最近也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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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正義 然後 所以就希望可以 對 大家先回去告訴他們 什麼是轉型正義 我今天是被我同學帶來的 對 你有IQ嗎 呃 我叫蘇蕾欺 那 我對轉型正義 非常有興趣 包括南北啦 或者是南韓這樣 好 謝謝大家 呃 那晚安 我是Katrina 然後來快一年了 然後就 每一次都 下班之後有空 就直接來摺舞 然後今天差點又要走去 對 差點要走去好辦 然後沒想到在這邊 然後轉型正義 很有興趣 所以就來請這樣 謝謝 中興外文 喂 哈囉 中興外文 謝謝 我3月8號有一個 關於 糧食短缺的演講 可是他搬在台北 我覺得有點神奇 台中也是一個好地方 為什麼什麼的演講 都得搬在台中 所以 這缺星期五 我也去過 後門咖啡 然後跟阿凱老師 有見過面 那那個 在台中是 這邊是第一次來 呃 大家好 我是之前 228的時候 227的時候 有職業星期五 然後有聽到 轉型正義 可是那時候沒有講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想要 再來聽看看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來的 我是當當 然後 今天 應該也算是 民主週的 其中一天的活動 然後民主週 都 這幾天的活動 每一天都很精彩 所以今天一定要來聽 大家好 我是順順喔 剛剛在吃飯的時候 看新聞就是 剛好我看到說 呃 林先生最近被提名當法官嘛 然後 陳菊市長就說 呃 這對於 台灣民主的轉型正義 是一種傷害 那我不太了解這個意思啊 希望今天可以比較了解轉型正義的意思 嗨 大家好 我叫俊瑋 呃 大家好 我是希爾 那很久沒有來參加折舞 那剛好今天有空 用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所以就來參加一些 大家好我是 所以就來聽一聽 你是國中生喔 高中 好 好 有一點嚇到我 我上次那個說海線的 好 海線的海線 好我知道 你們 呃 呃 大家好我是玉婷 然後就是 對 對 對轉型 對轉型正義這個 這個議題就是還蠻有興趣的 你要就是 再多深入的了解一點這樣 喂 大家好我是大鳥 呃 就是很期待今天的演講 謝謝 嗨 呃 大家好我是中山醫學的 呃 然後常常 在很多地方都會聽到 轉型正義 然後就 所以今天就來聽 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 謝謝 就是 進一大學 當小公司介紹 然後 現在我 腦袋也不太有什麼東西可以說 但希望我可以說 腦袋裡會有很多東西 然後回去跟同學分享這樣 對 對 大家好我是 進一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從來都沒有參加這些公共議題的活動 這是第一次來 然後是老師推薦的 然後 希望自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呃 大家晚安 今天第一次來參加 希望等一下可以聽到很多東西 謝謝 呃 大家晚安 我是檔化高中的學生 然後很期待今天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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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蘭玉鞋 也是第一次來 好 我是楊總理 哲武之公 我是總理的 中心臺文所值的時候 我想來聽聽大家怎麼討論轉型正義 我是東武大學哲學系陳妖華 我是東武大學哲學系陳妖華 我也是第一次來 我是張麗麗 我也是第一次來 來看朋友 也希望 跟大家一塊 談談整次的正義 呃 呃 呃 大家好我是 我是台權會的工作人員 然後 我從那個 台北改設下來 聽我的老師 那個 呃 要做那個演講 這樣 非常期待 你好 欸嘿 我是那個人權文化協會理事長 謝先生啊 今天剛好路過這邊 看到有人在這邊 不曉得你們在這裡 好 好 呃 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的學生 對於228事件 我們學校已經出現過剖析的事件 那其實如果 各位有親戚朋友 想要就讀這所學校的話 我們學校有很多議題 值得大家關心 然後這是我們的報紙 謝謝大家 呃 大家好我叫石偉成 呃 我是在台中工作的公務員 我覺得在公部門 呃 呃 呃 欠缺轉型的兩個土藥部門 一個就是軍隊 另外一個就是法院 謝謝大家 呃 大家好 我是中山醫的宜珍 呃 呃 因為這個禮拜 在台中教育大學 有播一些相關影片 像是白色見證 或赤色謊言 所以 所以就對轉型生意這個議題 還蠻有興趣的 呃 大家好 我是解緣 時代之前出生 那我現在是上班族 那今天是路過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郭麗 呃 我也是台中人 然後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呃 大家好 我是詠志 那我今天是受邀那個 責務的志工來參加這場演講 然後希望可以知道 台灣人的轉型生意可以 做到什麼 什麼樣的程度 呃 大家好我是女中的王文玉 大家好 我叫葛瑞全 大家晚安 欸 你叫大家晚安嗎 哈哈 大家好我是小金 然後我也是想 了解轉型生意 所以才要過來 那 大家好我是小金 大家好我是中興大學的界層 那之前在228共神音樂節 就是 也有類似轉型生意的演講 那今天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哈囉大家晚安 我是中興的佑珍 我是第一次來參加折舞 那我之前聽過別的作家 討論過轉型生意 所以我想要更了點它是什麼東西 謝謝 喂 大家平安 我是那個新聞網的主筆 我時常都會追蹤著折舞的活動 大家除了可以了解折舞的活動之外 也可以上臉書的 新都台語文新聞網 來了解一下 我怎麼報導我們的活動 那大家就會更有印象了 謝謝 新都台語文新聞網 那就可以進去 大家好我是文華王維杰 然後我是第一次參加折舞 可是這一拜三有到人本辦公室 參加民主週的活動 然後可以看到 然後找國的大家非常開心 大家晚安 我路過這邊來聽聽看 大家好 我只是一個普通大學生 是老師推薦我們來的 那就來聽聽看 就是戶外的公民議題是怎麼樣討論的這樣 大家好 我是護理人員 我今天是特地就是來參加 只有我民主週的活動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東教育大學學生 然後之前 之前就是有去 就是我常常跟我常在台北比較多 然後之前就是也有去台北這種折舞 折舞的活動 今天就是看到折舞在戶外廣場 搭配這種活動的第一次 然後同時也是 然後同時也是 台北的倒國前進的那個志工 這樣子 那個 那個 有啊 有聲音 有聲音 我跟他一樣 我都是台中教育大學區熱系的學生 這是因為我位於台中 所以這 興趣是我來陪他一起旁邊 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因為我們時間上 比較緊迫一點 所以我們 因為如果說好 那個比較外圍的朋友 其實你們可以找位子坐下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或者是你路過覺得我們在幹什麼 就太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那也非常歡迎說 大家可以坐下來 那 待會我們就會開始來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活動 那可以來聽聽說 我們為什麼 會去 設了這樣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專心正義在台灣 問號 為什麼 會怎麼做 那 在這些 過程當中 到底有什麼樣的含義存在 或者說 台灣現在 好 台灣現在所進行的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法律體制 或者是 對於這些歷史上面的問題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或者是方式去面對 好 那 待會我們就把麥克風 交給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然後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 今天的哲學新旗舞遺跡到國前進的民主週的活動 好 謝謝